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太医生水 这股刀芒和武艺 便是识别刀先前主人的力量吗 无数岁月了竟然武艺不灭 李云霄大吃一惊 但眼中却是燃起雄神战火 被那穿越了无数年代绝代强者的风华所震撼 热血澎湃的燃烧 别矫情了 躲吧 这一刀不躲 你就玩完了 妖龙的声音懒洋洋的传来 打着哈哈 李云霄眼中金王闪动 在那刀光下变得凌厉 却终究消失 恢复到一片平静如水 叹道 很怀念当年那些与绝代强者一战的日子啊 现在整天龟缩着 遇到几个土鳖五帝也要躲躲藏藏 用尽心机 妖龙横道 这还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收敛一下性格 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或者去炎武城潜心修炼 等回归到五帝巅峰 这些鳖三的角色和宗门 也许你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了 李云霄冷笑道 如果那样的话 我还是自己吗 他和妖龙刹那间的交流结束 整个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躲了起来 这一刀终究只是烙印在识别刀记忆当中的武艺索凝 并没有那九天地气一般可以封天锁地的规则之力 根本无法阻止李云霄的瞬移 而玉池金和火音则惨了 两个人脸色发白 在这一刀之下感到了灵魂深处的震颤和恐惧 没有任何的思考事件 两个人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爆发出来 金色闪耀的刀芒和火色不凡的火焰 两股力量汇聚在一起 直冲云霄抗衡那无匹的刀器 轰隆 刀芒和火焰之力在那刀芒下支撑了刹那 便如同青岛的大厦一样瓦解开来 两个人联手下依然不敌那识别的一刀 被巨大的气径震开 好似风中飘零的树叶 随着气流卷飞掉了 两个人都是被远远的震飞吐出了一大口血来 眼中一片惊慌不已 李云霄的身影渐渐的出现在空中 感受着刀芒过后那空气中的余波震荡露出向往的表情来 他的目光凝视而下 大师鳖此刻正趴在山石中 而那山石在刚才那距离的批展之下已经裂开 一股奇异的力量从里面浮现出来 竟然是一汪涓涓细流 在开裂的山石中缓缓地流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升出绿台来 泉水所过之处一片生机盎然 这破败死寂的花园开始恢复生机 大师鳖的十多只手脚浸泡在泉水中 不断地滑着十分欢快的模样 李云霄的瞳孔渐渐地放大起来 惊声说道 好强的生命气息 这水莫非就是我所要找寻的本源之水 妖龙也是宁声说道 嗯 极有可能 这花园可真是奢侈啊 不仅培植了如此多的绝世灵药 竟然还有如此神物灌溉 可见当年是何等气派的景象 如今竟然荒废在这群山角落之中 可悲可叹啊 李云霄心中一动 惊异地说道 如果这水运含如此强的生命气息 你说这识别刀会不会就是因为浸泡在这水中太久 所以才产生了生命 妖龙愣了一下 的确有这种可能 现在这识别守护在这里 你想要取水的话 必须先收拾了它 还有就是这水 历经长久岁月不灭 我看这些涓涓细流 并非它的精元所在 想要收取 怕也要大费周章 嗯 不管如何 找到了怎么能放弃 先想办法解决掉这识别 李云霄目光 往两处望去 玉池金和火音已经受了重伤 两人的趁手兵器也尽数回去 似乎很难再指望他们战斗了 但他还是微笑地说道 两位 这泉水似乎不是凡物啊 大家可有收取的心思 火音的眼里露出失望之色来 我修的乃是火系功法 这水对我无用 不过可以取来换些好东西 只是该如何取得呢 现在这识别沉迷在水中 似乎非常享受 正是我们离去的好时机 若是错过了 再想走的话 恐怕就难了 他在去留之间取舍不定 留下没把握 离去又不甘心 玉池金同样也是纠结不已 他的八接战刀断了 都一阵的心疼 若是什么都捞不到 那就真的是亏大了 此刻那涓涓山泉流出 整个花园内都开始爬满绿台 各种无名的野花相应开放 仿若春天来临 万物复苏 这东西 这东西不会是本源之水吧 玉池金看得眼中震惊之色越来越甚 脸上神色一横 坚决道 这东西的价值难以估量 死就死了 拼一次 下半辈子的玄气丹药就不用愁了 他手中黑光一闪 一条漆黑的长边出现在手中 上面花斑点点 竟然是用于一条完整的长蛇链着而成 在绝印之下解封开来 活灵活现的在空中游走 往那大识别处咬去 撑 识别的身上猛然发出一道出窍的清脆之音 也不见他动作 就看到刀芒乍起 那条长蛇软边受到剧烈的震颤 飞速的缩了回去 玉池金脸色微变 惊恐的说道 这虫子的力量 在这泉水的滋养下 似乎变得更强了 再多留意无意 走了 他一挥手 示意两人一道离去 火音也点了点头 而李云霄却不见动静 依然静静的站在长空上 凝视着那大识别 似乎在想应对之策 玉池金眉头一皱 不快的说道 还愁出什么 速速与我一道离去 他还惦记着李云霄身上的宝物呢 这大殿内的东西实力不够 取不下来也无所谓 但是李云霄身上的宝贝 可不能丢了 特别是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随身兵器 急需取一件衬手的玄器来 实在不行的话 拿李云霄的人头去换也是好的 李云霄微微抬起头来笑道 你们先走吧 这水我是取定了 玉池金瞳孔一缩 李云霄眼中的那毫不掩饰的决心 让他心中一震 随即冷冷的笑道 你想做什么我不干涉 将血神子想要的宝物交出来 我请客便离开 嗯 还有 还有你身上我所感受到的变异之火 姐姐也很想看看呢 火音也缓缓地开口道 虽然他对李云霄颇有好感 但是那东西姿势体大 对他的修炼十分重要 故而放弃不得 李云霄笑道 哦 可是 我现在没空啊 要不 两位先到店外等候 等我取出这水之后 与你们洽谈如何 玉池金脸色沉了下来 冷笑道 你该不会是被这大师别给吓傻了吧 竟然跟我们谈条件 他残酷地笑道 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 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他抬起手来 捏出了一个符印 出现在掌中 冷冷地看着李云霄 等着看他痛苦哀嚎的表情 李云霄 毅然一脸的平淡 嘴角含笑道 哦 那请问 花儿为什么会这样红呢 我还真不知道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玉池金脸色猛然一变 露出骇然之色 手中的绝印猛然一变 见李云霄没有任何反应 大惊地不断变化起来 一连试了十几个印诀 都似乎毫无效果 他终于认清了难以置信的现实 惊骇地说道 你 你破解了我的静置 什么时候 这 这如何可能 火音也是脸色一变 露出了震惊之色来 他眼中的凝重之色更浓 似乎突然意识到了 眼前这个少年 绝不是他们先前想的那样简单 李云霄叹道 怎么 玉池大人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就跟吃了屎似的 你 你找死啊 玉池金恼羞成怒 手中的长舌鞭猛然解封 黑色的大舌凌空腾起 往李云霄所在的空间鞭打而来 空气中发出连串的爆炸声 如同鞭炮一般 长边上所带的九天地气 直接凝固了四方天地 让李云霄无法逃顿 李云霄出乎他的预料 没有慌张 只是轻轻的一直点下 一道雷电 在指尖 劈啪响动 朝着下方那湿憋身上点去 电芒的速度极快 而所射的方向正是那大尸憋的眼珠子 砰 电芒在尸憋周身被他的刀气震开 却也惹得大尸憋一阵惊怒 猛地化作长刀冲天而起 破开一切地气的桎 朝着李云霄冲展而去 李云霄轻轻一笑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只要识别刀运转 就能破开玉池晶的空间智库 便无法锁住他的顺移的技能 咻 长刀破开李云霄的残影 却不见他的本体 大尸憋在空中发狂地爬行着 一只小脑袋不断地左右摇晃 在寻人无果的情况下 终于盯上了玉池晶的那条长蛇 暴怒地斩了过去 玉池晶脸色一变 怒道 好狡诈的小子 我看你能躲得了多久 他猛然收起床边 不敢和识别刀抗衡 非一般地化作金光 往殿外盾去 火音也在愕然之下 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天空一角 嘴唇微动 终于叹息了一声 也化作火光逃离 大识别追了一下 只将两个人逼出殿外 这才反了回来 猛的浑身一震 更加暴怒地在空中 稀稀缩缩地抖动着 只见李云霄已经跨入了 他那最为珍视的泉水当中 那两个细小的眼珠子 由青绿一下子变成了通红 整个身体再次化为一柄长刀的模样 斩破虚空 横贯而来 再次化为一柄长刀的浑身一震 再次化为一柄长刀的浑身一震